大家好,欢迎大家来到TCUP马股投资YouTube频道 我是TCUP 这一集Tech你看科技第二集 要带大家来认识全球LED生产商之一 D&O Green Technologies Perhat 这个影片里面所有的内容跟资料 检控参考和教育用途 没有任何的买卖建立 请大家买卖支付 任何风险及亏损 本人一概不负责 D&O Green Technologies Perhat 是全球汽车LED生产商之一 它属于是半导体科技公司 那为什么LED跟半导体又会有关系呢 等一下我会跟大家揭晓 D&O最主要的子公司叫做Dominant Opto 它予2000年成立 不宜马六甲 拥有自己的LED品牌Dominant 根据Trendforce的全球LED生产商 在2020年的营业额排名 Dominant是排在第六名 在全球的Market Share占有4.8% 这个是最原始的LED发光二极管的结构 可以看到其中一个元件是半导体芯片 LED chip 那么LED目前被广泛应用在各种电器 包括照灯、电视机、红绿灯、电话等等 那么今天这支影片的主角D&O 所制造的LED主要是应用在汽车上 包括大灯、车尾灯、内饰灯等等 这些是D&O的一些LED芯片产品 D&O的总部位于马六甲的巴都本人当 除了本地之外 D&O目前在外国共有6间office 包括中国、德国、美国、印度、韩国以及日本 D&O的客户群主要是汽车领域的一级供应商 Tier1 Suppliers Tier1 Suppliers指的是直接向车厂供应零件及模块的供应商 他们在汽车的产业链中最具有话语权 部分的一级供应商还会与车厂相互参与对方的研发和设计 因此汽车生产商并不是D&O最直接的客户群 D&O会把他的LED产品供应给Tier1 Suppliers 而Tier1 Suppliers会再供应给汽车生产商 那么现在我们就来看一看 D&O客户群里面的Tier1 Suppliers和汽车生产商有哪一些 这也是D&O在美国跟欧洲的Tier1 Suppliers客户群 美国的这个Magna是全球第四大的汽车零件供应商 这个来自德国的ZF Group在全球则排名第三 来自法国的Value在世界排名第十亿 接下来这些是D&O在中国跟日本的一级供应商客户群 中国最大的汽车零件供应商 盐峰在世界排名第十七 日本的Koito世界排名第32 而Tokairika在世界排名第54 除了以上这些一级供应商 D&O在印度、韩国等其他国家还有其他的客户 D&O在全球是有超过100个Tier1 Suppliers的客户 这些一级供应商是制造汽车的零件的 所以我们一般对它们不太熟悉 那么现在我们就来看看大家比较熟悉的汽车生产商 D&O的终端客户 N Customer也就是汽车生产商 包括Tesla、Juli、Volkswagen、Land Rover、BM、NIO、长安汽车等等 Mr.Tae Kang Chong 今年57岁 他是D&O的Managing Director 他只有D&O1.92% Mr.Tae在1989年毕业于英国的电子与电机科系 毕业后就到半导体公司工作 他是英国工程技术学会的特许工程师 Charted Engineer 同时Mr.Tae也是MFCB的Non-Executive Deputy Chairman 讲到MFCB 还有两位管理人在D&O跟MFCB都各有职位 他们就是Mr.Gol Nanyang 还有Ms.Yu Xiyuan Mr.Gol Nanyang是D&O的Non-Executive Director 同时也是MFCB的Executive Director 而Ms.Yu也是D&O的Non-Executive Director 同时是MFCB的Independent Director 等下我会提到这位Mr.Gol Nanyang的哥哥 他是D&O的最大股东 但是他没有加入管理层 根据D&O2020年的Annual Report D&O的最大股东叫做Mr.Gol Nanyang 他就是刚刚那位Mr.Gol Nanyang的哥哥 Mr.Gol Nanyang是MFCB的Executive Chairman 他通过持有一些控股公司 间接持有D&O31.991% 这些是持有D&O股份的一些公司 他们同时也是D&O的Substantial Shareholder Mr.Gol Nanyang是通过持有这些公司 而成为D&O的最大股东 这是D&O2019财政年、2020财政年 以及2021财政年三季的营业额分布 D&O大约有70%的营业额是来自亚洲地区 而大约20%的营业额是来自欧洲国家 剩余的10%是来自美国跟其他国家 这是D&O2004到2020年的全年营业额跟盈利 D&O的一个财政年是1月到12月 在2020财政年,尽管有疫情跟MCO 它的营业额跟盈利依然破新高 而在今年2021财政年 目前已经有了三个季度的数据 这三个季度的营业额跟盈利 是已经超过2020财政年了的 这个是D&O最新五个季度的业绩 最新这个季度2021年的Q3 它的营业额跟盈利虽然按年成长 但是按季却下滑 这主要是因为在这个季度里面 D&O的工厂有关闭两轮 分别是7月的8号到18号 以及8月的9号到23号 加起来总共24天 这是D&O从2015财政年到2021财政年 三季所花费的careback数额 D&O在今年三个季度 所花费的careback数额超过100个million 已经比过去每一个财政年都还要高 公司在2016年买了在工厂附近 面积为2.41ha的地皮 这个地皮是包含建筑物的 2018年开始建造装修 2019年完工 D&O预计在2022年再新建多一个新厂 D&O的存货在过去六个季度持续增长 从2020年Q2的174个million 一路增长到最新季度 2021年Q3的267个million 季报里有说到 公司增购存货是为了降低原料不足的风险 以及应付未来的强劲订单 根据2021年12月16日的数据 D&O的股价为5令吉78cent 市值7.16个billion 这个市值目前在马股排名第46 D&O的PE接近70 Current Ratio 1.76 Dead to Cash 1.47 Dead to UTI 0.28 Price to Book Value 13.44倍 ROE 19.21% 2021年5月 D&O宣布与台湾最大的LED生产商晶圆光电 EpiStar 一起成立一个Joy Venture公司 这个Joy Venture公司 叫做Domistar Opto Electronics Corporation D&O持有51% 而EpiStar持有49% 这个Joy Venture公司主要会从事LED晶片的设计 开发和销售 EpiStar的总部位于台湾新竹 是台湾上市公司 AnnoStar的子公司 2021年11月 D&O宣布进行Private Placement 市价配售3.2%的新股 大约是38.5M unit 这个Private Placement 已经在2021年的12月完成 配售的定价为5令吉62cent D&O通过这个Private Placement 筹到216.37M 除了Private Placement的手续费 D&O将会用所有筹到的资金 来建造一种八成楼的新工厂 这个新工厂会是公司的第三个工厂 预计在2022年下半年开始建造 2025年开始运作 以上就是我对于D&O这家公司的分享 你对D&O这家科技公司有什么看法? 而你希望我未来在这个系列介绍什么科技股呢? 欢迎你留言告诉我 欢迎你加入我所有的资讯分享平台 包括Teregram Instagram Facebook Group 还有YouTube Channel 如果你觉得这个影片不错 请帮忙like and share 还有一定要subscribe我的YouTube频道 我是TCUP 谢谢大家